大家好欢迎收看聊天球我是梁哥 本期为大家带来2019年世锦赛 威尔逊对阵吉尔伯特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炯哥和土豆哥 这一场球两人打得都非常的凶悍 首先炯哥这一杆远台进攻 成功之后一杆拿了不少分 然后又是土豆哥一杆超级远台设下 然后就一杆进台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精彩的比赛 这一杆远哥开始考虑 他在考虑什么呢 因为这一杆打红之后要开到粉球 那么远哥在考虑到底是叫粉球 还是叫篮球更加的适合下一个球 像这种打完之后要轻K一下旁边的球呢 爱好者要注意一下 如果后面有球 那么这个球就情愿力量大一些 而不要小力 因为力量大一些之后 始终都有补救的机会 发行 篇edo音宿 准鸽用了一个小滴杆 轻轻的把篮球点进去 然后母球回来一点点 叫到見て 这颗球交的位置还不错 刚好上来之后可以交到黑球 这颗球呢感觉母球的力量小了一点点形成了一个反角 现在叫黑球呢就需要K上面的一颗红球 这颗总格用了一个高杆的推力 他因为不敢打中高杆 打中高杆的话怕母球走不过来 不过呢打高杆的时候呢力量好像大了一点点被红球锁死了黑球 这一下没得进攻的机会只能防守 如果粉球打中带那么实在是太危险 从防守的角度来说呢 炯哥这一干防得非常好 为什么呢首先母球贴裤 第二我们看一下啊母球撞击红球之后 回来的线路好像已经没有了 现在导播又在看炯哥刚才失误那颗球 我们还是来看看土豆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吉尔伯托这根防守也算非常的漂亮 虽然没有把所有的红球都做住 但是呢这一根防守已经非常的到位 炯哥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右边的红球 一个十字回球也可以解决 还可以防回去 他现在在看回到哪里 不要给土豆哥任何的机会 这个防守呢也算是中规中矩 但是土豆哥呢又开始考虑 因为红球啊左边最左边一个红球呢有下 但是难度特别高 母球呢基本上快要贴裤 我们看到红球又比较直 按正常来说的话 这一颗球不应该打 而是打黑球右边的红球进行防守 但是土豆哥一直在考虑 我们看看他最重的选择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后面九哥的一个动作 他也在为土豆哥鼓掌这一端确实相当的漂亮 全场也响起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土豆哥行云流水般的青苔表演 好 一 四 五 五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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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优优独播剧场—— 27 28 33 35 38 42 47 53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